这边说的这是 慢慢的都是正能量 老话说 纠病窗前五小子 说是这么说 真对那些不小子女的 但是人家这家不一样 老母亲有病 癫痪在窗 那孩子们各丁各的孝顺啊 绑老人反沈按摩 整理好被褥 再给老人仔细 擦拭干净身上 脸上 这一套动作 维娜娜和丈夫几样 从2004年 一直做到了现在 我母亲在大糟味噌中 突然晕走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枪酒 我母亲的命迫住了 但是索性过来发现 我母亲半个身子不能动了 那时 维娜娜和丈夫 行魂刚刚一个月 这场土如其来的贬故 打破了他们 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然而 乌露遍风连眼鱼 2010年7月 维娜娜的母亲 突发挠一鞋 再次被送进医院 进行枪救 俗话说 酒病窗前 无小子 假留这么重病的老人 对自己秦婶儿女 往往都是一个重大考验 更何况 这是一个女婿 但几样一句抱怨都没有 把一切都放进了自己的行动里 照顾他 照顾他妈 转式转扭 没服务人 孩子这般辛苦 年迈的老父亲 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闺女是叠骂的小棉袄 难得的是 女婿 也盯半个二 小岚口 相互搭气 用心伺候 不知不觉见 坚持了 十三年 在其他人看来 为娜娜和几样 照顾弹瘫在床的 植物人母亲 是很辛苦的事情 可在他们自己看来 虽然与老人无法交流 但照顾她 仪式习惯 我没打想 我觉得 这不关是谁 这样是监魂了 都是自己的父母 老人瘫痪在床 已经十几年了 这不是说 咱在屏幕里 看到这一朝一夕啊 小两口付出了多少心血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特别是这女婿 人都说了 一个女婿半个二 想想 以前给大家拉的拉瓜的 不孝顺的 这样的女婿 定一对二 不孝顺的女婿